以往我們在還沒有訂定自治條例之前 其實我們是沒有連鎮平台來做把關的 所以我們除了成立本市專屬的 午餐連鎮平台 然後相關人員來做培訓之外 我們也會請檢查單位 檢調單位 連鎮署的部分 針對於我們平台的相關人員 來進行教育智能的培訓 那另外剛剛特別提到的 我們也會請政風處 到場來做一個監標 以及我們強化我們整個 連鎮功能的一個公開公正性 另外定期的一個連鎮訓練 讓所有在承辦的夥伴 他們都能夠安心的 在做承辦的過程當中 對於我們旅約品質上面的把關 能夠更有一定的一個資能在 同時我們也成立了 學校午餐監督委員會 將整個市府統一的一個採購的流程 契約的範本 還有我們契約罰則等 另外也針對剛剛特別提到 各校在採購的過程當中 祭典的不一致 還有旅約金的不一致的地方 我們也統一來做一個相關的規範 在前些日子就是針對我們 食安的事件有連續發生 三期的這個爭端事件 那我們有進行 內部非常深刻的一個探討 學校養母艙部分 應該要兼顧到孩子的這個健全的發展 除了我們會要求廠商要完成 依照契約去完成他的這個品質的要求之外 也應該要善盡他的社會企業的一個責任